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真的好卷啊 坐飞机都在看剧本,活该你成功,也太努力了吧 杨子,这个名字如今在娱乐圈中如雷贯儿 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以及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最近,一则关于杨子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在飞机上都在看剧本 这种近乎痴迷的努力程度 让人不禁为他的成功找到了最好的注解 杨子,这个名字如今在娱乐圈中如雷贯儿 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她的名字已然成为中国影视界的璀璨明星之一,备受瞩目 杨子的演艺生涯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从初出茅庐时的青涩少女到如今的实力派女演员 她一直在不断挑战自我,精益求精 观众们常常被她深情的表演所打动 她在影评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演技和情感深度 最近,一则关于杨子的新闻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在飞机上都在看剧本 这个消息让人不禁感叹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专注 在通常被认为是休息和放松的飞行时间里 她选择投入到剧本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这种近乎痴迷的努力程度 让人不禁为她的成功找到了最好的注解 这样的坚持和付出也为杨子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她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影评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节节攀升,成为了广告和代言的热门选择 杨子的事业如日中天,她的名字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演员 更是一种努力,拼搏和成功的象征 杨子的故事激励着许多年轻人 让他们相信只要拥有足够的热情和努力 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个励志的典范 为后被树立了一个追逐梦想的楷模 随着她的事业继续腾飞 杨子的名字将继续在娱乐圈中闪耀 成为中国影视产业的亮丽一笔 杨子的职业生涯不仅令人瞩目 她的个人生活同样备受关注 尽管一直以来都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杨子却以低调和真实的态度应对种种瞩目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日常 与粉丝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展现了一个平凡而又真实的一面 除了演技和职业生涯 杨子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她多次参与各类慈善活动 为弱势群体伸出援手 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这一举动使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加正面 成为公益明星的代表之一 杨子的多面才华和全面发展令人敬佩 她在表演领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天赋 更取决于她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对自己的不懈追求 在她的努力下 她不仅成为了娱乐圈的宠儿 也在行业内树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子将继续展现出她的魅力和实力 她的演绎之路或许还有更多精彩的篇章等待着揭晓 对于观众和粉丝而言 杨子的名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个代表着才华 努力和坚持的象征 总的来说 杨子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她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成功和励志的代名词 在未来的道路上 相信她会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每一位明星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 然而 像杨子这样在忙碌的行程中 也不忘研读剧本的人 确实让人钦佩 她似乎总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对每一部作品都投入了百分百的心血和精力 正是这样的努力 让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回想起杨子的演艺生涯 仿佛每一次的进步和成功都离不开她的勤奋和拼搏 她不仅仅满足于现状 而是始终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这样的精神 不仅令人敬佩 更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借鉴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才能收获满满的果实 杨子的例子告诉我们 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需要付出汗水和心血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足够努力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而我们作为观众 更应该从她身上汲取正能量 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杨子 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演员 凭借在古装仙侠剧 《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出色表现 一夜之间成为了仙侠剧领域的新宠 这部剧不仅让她的演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也让她的人气迅速攀升 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香蜜沉沉浸如霜》是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古装仙侠剧 讲述了杨子饰演的紧密与旭凤之间的爱恨情仇 在剧中 杨子凭借其精湛的演技 将紧密的灵动与痴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也正因为这部剧 杨子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每当《香蜜沉沉浸如霜》的主题曲 不然响起 杨子总会沉浸在那段美好的回忆中 他感恩这部剧带给他的前程 也怀念那段与剧组成员共度的快乐时光 这部剧不仅让他在事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更让他结识了许多良事亦友 为他今后的演艺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子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表现 让他在仙侠剧领域脱颖而出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心宠 然而 他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 反而更加努力地投入到新的作品中 挑战不同的角色 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始终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杨子会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他将通过自己的努力 塑造更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而我们 也将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支持他的每一次尝试 期待他的每一次蜕变 总的来说 杨子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喜爱的演员 他凭借湘历沉浸如霜一夜成名 感恩这部剧带给他的前程 同时也怀念那段与剧组度过的美好时光 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肖战 胡歌世纪同框上热搜 肖战斩获年度突破演员大奖 满载而归 青年演员肖战登上了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舞台 肖战又一次展现出自己强大的个人影响力 还没有出场就登上了市区 甚至和胡歌世纪同框的画面同样登上了热搜榜 话题非常多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还斩获了年度突破演员大奖 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肖战荣誉大奖拿到手软 据悉 在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舞台上 带来了非常多温暖和感动 有有本昌老师 也有肖战和胡歌的世纪同框 让观众朋友们感受到了剧里剧外的温暖 都是娱乐圈的未来 也都可以独当一面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另外肖战在舞台上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荣誉大奖 肖战斩获年度突破演员大奖 实至名归 可喜可贺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演艺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在多个领域收获了显著的成就 他不仅在音乐领域展露头角 更在影视方面展现出色的演技 肖战所获得的年度突破演员大奖 可谓锦上添花 成为他事业生涯中的一大亮点 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肖战以其深情的音乐表达和出色的演技而备受瞩目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国内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也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肖战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听众的心 成为流行音乐领域的角角者之一 在影视方面 肖战同样展现出色的演技 他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成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角色 深受观众喜爱 年度突破演员大奖的荣誉 更是对他在表演领域的认可 证明了他的演技实力和表演才华 肖战所取得的荣誉大奖 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 也是团队合作和粉丝支持的共同成果 他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心情付出和粉丝们的坚定支持 这一系列荣誉不仅是对肖战的肯定 也是对整个团队的认可 共同铸就了他在演艺事业中的辉煌成就 总的来说 肖战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演技 成功斩获年度突破演员大奖 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当红艺人 他的成就不仅为个人荣誉天才 也为中国娱乐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更多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展现了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肖战获奖实质名归 也都感叹肖战的发展状态越来越火热 喜欢肖战的朋友们越来越多 世界范围内都享誉盛名 除此之外 肖战荣誉大奖拿到手软 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 肖战非常有资格 总之恭喜肖战 正如肖战自己所说的那样 荣誉是对自己的认可 更是一种鼓励 荣誉也是剧组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 努力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